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菩提树下 这是周梦迪著名的诗作 《菩提树下的开头》 周梦迪五年前过世 高龄九十三岁 早年周梦迪曾经在台北市武昌街 明星咖啡屋的棋楼摆设书滩 是台北的一个人文风景 诗学大师叶佳颖评论周梦迪的诗 说他的诗 总是闪烁着一种禅礼跟择思 说他的诗 具有火的橙质 深沉至爱 具有血的沉净 沉测干净 菩提树下这一首诗也具有血和火 这两种意象 作者发表时 曾在诗后加了一句暗语 佛与菩提树下 夜观流星 诚无上正觉 据文献记载 西达多王子 也就是后来的释迦摩尼佛 逃出王宫 四处苦行 但是终究觉得 没有办法解答 人生之苦的困惑 于是他在菩提树下打坐 发誓 如果不能够开悟 绝对不起身 有一天黎明的时候 他突然看见天际有一颗流星 顿时就开悟了 于是就成了佛陀 因为佛曾经在菩提树下打坐 所以菩提树又称为绝树 绝物的绝 他成了佛教有象征意义的一棵树 周梦迪的诗说 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 镜子 首先有禅宗的典故 无主 禅宗无主 他准备传一波的时候 交代弟子 各写一首诗记 那个记就是人字旁 在一个喝水的喝的右边 河 那个诗记 等于是 那个可以唱颂的一小段 像歌词一样的 他的大弟子神秀 是这样写的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擒浮事 勿时染尘埃 另一个弟子呢 慧能 针对神秀所写的祭语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镜子的建造作用 就像人心悟道的追求 悟道最高境界的时候呢 参透了万事万物 都是镜子当中的圆影 圆是因缘的圆 影是影子的影 你抓得到镜子当中的东西吗 镜子里只有一个东西的影像 并不是真有一个东西 明白了这一点 如果不受圆影的干扰 就能够明了 六祖慧能所说的 本来无一物 《红楼梦》小说中 也有一面镜子 贾瑞 吃享王熙凤的美色 相思 得了重病 疯癫道人 送他一面镜子 要他照看镜子的背面来治病 但是贾瑞一看镜子的背面 老是出现一个骷髅 吓人的骷髅 他转过正面来看 王熙凤风情迷人的挑逗姿色 出现了 贾瑞喜欢看正面 贪看镜子的正面 结果一惊而死 这个是《红楼梦》 很有趣的一个章节 那一般人也像贾瑞一样 被色身束缚 贪看美色 很难像周梦蝶诗所说的 能够整着万赖 天赖的赖 拥有与风月的背面 相对密谈的欣喜 周梦蝶这一首诗 表现明心见性的思辨与追求 什么叫明心见性呢 就是找到自己的本心 找到自己的佛性 周梦蝶的诗用问句 要我们自省 是不是能够清楚地自我建造 能不能够像婴儿一样 赤着脚来赤着脚去 永保赤子之心 我们知不知道肉眼容易被蒙蔽 我们的颜面在尘世间容易被污染 诗中说的雪中取火 是要我们在清明中提炼热情 注火为雪 也就是在人间的热闹中 要保持一种洁净 诗的中段及后段 演绎人生三种境界 从雪是雪 你是你 到雪即非雪 你亦非你 最后呢 雪还是雪 你还是你 生命经过修炼 经过考验 不再是养在温室当中 未经考验的纯净 而是历经沧桑 经过修行之后的纯净 如同佛在菩提树下 经过苦思 看见流星 而得到的觉悟 现在让我们赏读中梦迭的菩提树下 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 谁肯赤着脚踏过他底一生呢 所有的眼都给眼蒙住了 谁能于雪中取火 且注火为雪 在菩提树下 在菩提树下 一个只有半个面孔的人 抬眼向天 以叹息回答 那欲至高处 层层辅向他的未然 是的 这儿已经有人做过 草色宁臂 纵使在冬季 纵使劫肤者 抵穷因已远世 你依然 有整着万类 与枫叶底辈 面相对 密谈的欣喜 坐断几个春天 又坐守多少夏日 当你来时 雪是雪 你是你 一树之后 雪既飞雪 你亦飞你 直到零下十年的今夜 当第一颗流星 豁然从云 你乃金剑 雪还是雪 你还是你 虽然杰肤者 抵穷因已远世 为草色宁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